高大伯今年54岁在杭州做收费品的工作 他说9月15号下午 他骑着三轮车到康都紫萱小区门口的这家店买馒头 高大伯说本来这样走了也就算了 结果保安骂了他一句还要锁他的三轮车 高大伯说幸好脑袋没有被砸出血 但直到第二天头还是有点晕 他打电话联系家人之后儿媳妇赶了过来 据高大伯的儿媳说 他过来之后见到了物业的相关负责人 但没有找到那个保安 高大伯的儿媳说 他报了警之后 民警把保安叫到了派出所 保安向他们道了歉 高大伯住院观察了一个晚上 之后又拍了片 现在结果还没出来 医药费已经花了一千多块 我也不差你那些钱 自始至终到现在物业领导 还有保安到现在一个电话都没打过 小区门卫市的保安说 具体情况他不了解 记者请他帮忙联系了物业负责人 记者把问题反映给了南都物业总部 一位负责运营管理的金经理表示 他了解到当时保安跟高大伯 发生口诀之后 高大伯有推赏的动作 保安也的确拿起东西打了人 金经理说高大伯的医药费 他们会根据派出所的协调结果 来进行支付 另外保安也是因为工作 才跟高大伯发生冲突 这一点他们物业公司 在人员管理和培训方面 也有一定责任 金经理表示物业方面 也会派人向高大伯表示歉意 优优宝 宏剑 接着报道 就会派人向高大伯表示 这次来应该派人向高大伯表示